那么 中原也少不了吃的视频 吃的视频用前置拍 效果就不是很好 但是后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大海 而且我转一圈给你们看 这个偌大的停车场 这只有我一辆车在那 是吧 只有我一个人 那么今天吃点什么呢 今天吃点好的啊 这个是我去店里买的 9块钱 9块钱 它是一个叫做飞扇撒拉 就是鱼和沙拉 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里面提供了两大勺 但是我想用筷子 看上去好像还可以 这个风这个大 先把这个边边的吹下来的吃掉 好咸 这个沙拉好咸 是有油的 有盐的 我们把这个鱼和刀和茶放在边上 我们不用 9块钱啊 这个东西是现炸的 就是它是 拿一条生的 就是生的这个鱼排 然后裹粉下去炸的 看上去还行吗 他问我 当时问我是加什么 加什么调料 因为我两种说不清楚 我就让它哈凡的哈凡 所以这边是一种味道 这边是一种味道 这个沙拉好像还可以啊 我除了比较咸之外 没有学验 该是有水分还是有水分 遗憾就是太咸了 重点来了 就这块鱼 这块鱼 9块钱 不便宜啊 我试一下 先试这边 有点尴尬 为什么说有点尴尬呢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面衣啊很好吃 但是鱼稍稍有点干 那这个面衣我可以给一个九分鱼呢 就觉得我只能给到七分这样 这边应该就是一年 对 就是一年鲜的 然后这边是黄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 实际上这边 这边感觉都没熟好心啊 这边也是盐 就是盐是黄色的 时间证明啊 两边没有任何区别 都是一样 看来这个9块钱花的还是挺失败的 不过9块钱在这边也是除了我们常吃的那个4块钱的亚洲店之外 基本上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9块钱其实还是挺良心的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我们为止小白 不用互动 拜拜